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那我们可以说看到 现在市场上很关注的 就是中国国有企业 集中开启这个 美国退市潮的问题 这两天相关的讨论 也非常的多 那么市场是如何看待 未来这些中国企业 在国际市场的发展 另外就是亚太局势 持续的紧张 中美双方也都在区域内 有很多的军事上的 那么接下来会如何的演变 而内地的经济数据 差过市场预期 下半年的极大挑战 应当如何来应对呢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 亚太区的首席经济学家 夏乐先生 来为我们进行一个解读 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那首先就是中国的几大国企 中人寿 中石油 中石化 以及中国旅游等多家国有企业 在12号就集体宣布说 要从美国退市 那么中国企业 从美国退市之潮 是否就已经开始 拉起了这个大幕 那另外它背后都有哪一些 更深刻的原因 值得我们去关注 下一步会如何的发展呢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一些大型的国体 从美国的ADR市场 应该说叫退市吧 但是目前关于 大家更关心的 整个的这个中概股 这个群体 它是否会在未来 从美国逐步的退市 这个问题 我觉得市场上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的 那么目前我个人的 这个感觉是 应该说 在对于一些 比较敏感的 这样的企业 也就是说 它的这些底稿 无法直接提供给 这个美国的监管者 进行审计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 可能未来都要走 这种逐步退市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 但是对于一些 可能没那么敏感 他们的这个审计底稿 是允许 是可以允许 让外部的审计人员 还有包括美国的 这些监管者 进行看的 这一部分呢 我觉得还存在着 很大的疑问 但是现在这个 中国这几家国企的退市 你可以看到 美国他应该说 对自己的一些底线 是非常严格的 也就是说 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上市 必须要把这个审计底稿 允许美国的这个审计人员 以及包括他的监管者 来查看 所以在这方面 看来进一步 双方协商的 这样的这个空间不大 但是呢 未来会不会 做到一个完全的 从美国退市 还是说保留一些 非敏感的这样企业 继续在美国上市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存在着 很大讨论空间的 至少双方 就是美国和中方 都没有公布一个 明确的答案 说这个东西就 彻底谈判破裂了 所以我认为 未来还会有 继续的谈判 在持续 那么 大家也不必太悲观 但是至少 对于 形势明确了 也就是说 对于那些敏感的企业 肯定要是从美国 逐批的 进行退市了 那我们再看到 另一方面 我们不说 就是除去这个 企业之间的一个竞争 那么随着中国与美国的 科技竞赛升温 互联网 消费互联网的企业 也是风光不在 比如说前段时间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 就是每日优先的倒下 那么它是不是 它是一个例外 还是说整个行业 都会有一个 这样的大的趋势 那么它的一个 倒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突然间出现的现象 您觉得背后 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就是内地 在这个消费行业 在面对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 他们怎么支撑 自身的发展呢 就像您所说的 目前一些消费企业的倒下 因为我们认为 是互联网消费企业 他们是面临 比较复杂的情况 应该说是 几个不利的因素叠加 一方面是整个的疫情 以及带来的 这些信心不足 消费不足 还有一些物流上的问题 都对它们造成 很大的冲击 但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冲击更多是短期的 那么在中期和长期 我认为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 是在于一个中国的科技监管 这方面应该是越来越严格 那么在这方面 可能对很多的这种 互联网的消费 或者其他行业的这种 软科技的互联网企业 都造成很大的冲击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认为是中期 问题就是说 整个的金融的成本 我们知道 互联网企业很多时候 在初期是需要大量烧钱的 那么在过去 全球出于一个低利率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很多人愿意花钱 来支持你的发展 到现在呢 整个虽然中国 我们的利率可能还是 应该是向下的 但是在全球的环境 应该说是 钱是越来越贵 那么这个利率环境 我认为也会对整个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造成中期的这样的制约 那么说回来 这些企业 我们看到一些个别企业 它是一个个别现象呢 还是说是一个行业现象 我认为恐怕行业要进行一轮的洗牌 对于这些 所谓的这种互联网的消费行业 应该肯定会未来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竞争 那么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 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 也就是说很多行业 它很多企业 它创建之初呢 大家希望它能够去发展壮大 然后到美国呀 到其他国家去上市 让这个资本有个退出的 这样的一个渠道 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这种科技竞争 包括金融竞争加剧 可能这样的渠道 在未来不会像之前那么通顺 那么总而言之 对于这些企业 当然总会有好的企业 在一些 包括在一些所谓的西洋行业里 也会有好的企业 这个脱颖而出 但是整体来讲呢 我认为像互联网消费这样的行业 它可能未来更多的适合 一个中国的经济整体同步的 这样的发展 而不像在像过去 这么十年间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个好的企业 它会领跑 所以这个是我对未来 这个行业的一个判断 好的 那我们再看回到亚太区内的 一个局势方面的变化 中国与泰国举行的这个 应激2022的联合空眼训练的时候 美国和印尼也举行了 为期两周的一个叫 加鲁达之顿的联合军演 那也结束了 那这两个超级大国 很明显都是在竞相地加强 各自在东南亚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之前呢 中国当局也表示说 军演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演练 那么您觉得对于亚太区整个的一个 政治经济发展来讲 这会形成哪些新的变化 或者说有什么影响呢 我个人对这方面不是太悲观 原因就是对于东南亚来讲 特别是东盟的这些国家 因为在过去的这种美中 我们可以说是碰撞 其实已经让他们摸到了一些 这样的这个规律 而且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事实上目前来讲都应该说是 采取一个不选边站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一个比较持重的态度 应该说是有利于地区和平的 那么无论是印尼和美国军演 还是中国和泰国军演 那么这些都是不会针对 这个对方的 特别是对方这个领头的 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 所以在东南亚我相信问题不太大 那么现在可能对于地缘政治 包括我们市场也最关心的 其实主要还是在台海 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样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是需要我们投资者 更加关注的 那我相信您也关注到了 就是7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的出炉 那么国家统计局昨天是在前天 就是宣布7月的经济数据 消费投资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 这些数值全部都是逊于了市场预期 也可以显示到整体的经济动能 依然比较疲弱 另外下半年的经济增长 是面临极大考验的 而且说统计局还与机构就分析了 说需求不足是阻碍了经济复苏 那么您如何来理解 就是需求不足这样的一个形容 那么市场反应对这种数据 现在是有怎样的一些反应 下半年的极大考验 您认为都是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如何来解读这个极大考验呢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 在7月份有一个应该说是 比较显著的下滑 那么我认为其实有两个 比较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统计局所讲的 就是需求不足 那更多的呢 其实是很多是信心不足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 它取决于你的信心 但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东西呢 就不会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这样的现象 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 很大的这种需求不足 信心不足 它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目前的 这种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决定的 那么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会对这种防疫措施 进行调整 因为我们看到全球其他地方 地方已经完全开放了 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所以呢 只要这些防疫政策进行调整 未来一定会把这个信心问题 需求问题进行这个 应该说很大的这样的改善 但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房地产问题 我觉得房地产问题呢 恐怕应该说是中国在目前 心理增长面临的一个 最大的不确定性 原因就是房地产问题 它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 现在突然性的 有一次性的爆发 那么对于行业来讲 我认为房地产行业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种硬着陆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说避免房地产 本身的这种硬着陆 对其他行业带来的 这种外溢效应 导致整个经济 也被它带垮了 所以我相信在下半年 当然有很多政策的抓手 来进一步的维持需求 来进一步的刺激内需 但是呢 对于房地产问题的解决 应该说是政策方面 最重要的考量之一 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 希望能够 中央能够推出更多的 更有效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房地产 这个长期的问题 确实啊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 也是作为观测 下半年经济 是否能够有一个复苏的 一个苗头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们也会像 像您说的 就是要密切地关注一下 政策方面是如何 想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再看回到 美国方面 8月9号呢 美国总统拜登 在华盛顿签署了 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 那么为什么回顾这个问题呢 确实两方的科技的竞争 有可能会愈演愈烈了 那么其中部分条款 也会限制有关企业 在华正常经贸 以及投资活动 那么有可能会对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来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中方也对此来表示 他们表示说强烈的反对 此举是不是意味着说 中美的科技战 已经进行到新的阶段 那么市场如何解读 您是怎么来看的 我同意您的判断 就是说现在之前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 这种是贸易战为主 那么到现在呢 可能是在更多的领域 对中国开始一些 这种限制的措施 包括现在的这个芯片 这个行业为主体的 这种科技战 还有刚才我们讨论过的 这种金融战 逼迫中国企业在美国退市 那么所有的这些操作 事实上都是美国 它感到中国的这个产业 或者说中国的经济的崛起 给它带来了一些 很大的不安全感 那么未来我相信 可能在科技领域 应该说中美之间的碰撞 还会持续 那么究竟中国能不能 能够在这个美国的 这种科技战下 仍然持续得到发展 我个人还是有很大信心的 这个我相信 美国在贸易战 没有占到上风 那么同样在科技战和金融战 也很难占到上风 那也非常感谢这一时段 夏先生您为我们带来的 一个非常详细 并且全面的解读 感谢您这一段时间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 那么本时段的财经事件 也先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再会